上前桌的騎馬驗現場 帶著口罩的言清標來了 步伐緩慢移動向前 直到開桌前一刻 言清標這才現身 為了上台 旁人緊緊跟隨言清標 台上的鄭明昆一把牽過 他的手搀扶著直到就定位 脫掉口罩開獎 言清標恢復了以往的中氣十足 在台上依依點名與會的宮廟與賓客 更不忘調侃寶貝女兒 言清標至此历時八分十二秒 鄭明昆與助理全程陪在他身邊 正當談話就要結束前 言清標心細繞進的秩序 似乎也不放心能否全程隨行 就在結束談話後 趕緊轉過身喝口水 直到開桌後 言清標才走下舞台休息 以往都是提早到場坐鎮指揮的言清標 這一回直到入夜才出現在起碼宴現場 據傳言清標身體不是住院 但為了這場盛會 言清標再呼對宇廟公會的禮數 決定向醫院告假專程回台中大駕 閃電主台中宗報導